台北市卫生局特别抽验市售的花茶饮品 结果发现超过一成检验出有农药残留 其中苦茶之家的菊花茶居然有高达五项的农药残留 不过卫生局也摆了一个乌龙 让业者快气炸了 运员们检验出茶叶不合格的有一家厂商 他们说是歇脚停 后来才发现是卫生局人员搞错了 茶叶含有农药残留的应该是另外一家叫做T-Bus的饮料店 冰凉茶品喝了消暑又皆可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售茶叶及花草茶35件 其中有4件被查出含有农药残留 苦茶之家使用的菊花含有五种农药残留 名单当中最倒霉的算是歇脚停 因为卫生局弄错资料 导致原本合格的厂商无端背了黑锅 就是大家目前已经做成绩了 看要怎么样去 让消费者能够重新 被验出包种茶含有农药残留的 其实是位于台北市名称东路 这家名为T-Plus的茶饮店 另外从超市到早餐店的86项面食产品当中 只有位于台北市新东街宜嘉美汉堡的乌龙面 被验出含有过氧化氢 减出过氧化氢阳性不符规定 那标准是不得使用 针对这些问题产品 卫生局已经要求店家要下架回收不得贩售 同时也得业者开罚 但合格厂商无端被资料物质 造成消费者误解 商业和形象恐怕都深受重创 记者综合报道